苗栗市坛乡台三线新装隧道南向出口发生车祸 一名26岁的叶姓男子骑一辆红牌重机 刚骑出隧道没多久 前方突然一辆普通重机回转 叶姓骑士闪避不及当场撞上 幸好两人送一只号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另外在台北市大安区一辆轿车疑似闯红灯 给一名骑士发生了擦撞 骑士全身多处骨折送衣 26岁的叶姓骑士骑着红牌重机 高速沿着台三线向南行驶 没有想到才刚骑出隧道口 前方一辆普通重机突然回转 横挡在路中央 骑士闪避不及当场滥药撞上 两人瞬间弹废出去 机车零件四散 其中一辆机车更是滑行了好几十公尺远 透过隧道外的监视器 另外一个角度排得更清楚 19岁的黄信机车骑士骑出隧道后 停在路边准备回转 没想到没注意后方遭到车辆撞上后 骑士在地上打滚翻了一圈后 爬起来赶紧冲上前 关心对方的伤势 警方表示 普通重机一规定 先在路旁等待再进行回转 并没有违规 不过可能是重机骑士出隧道 事先不良 加上该路段刚好是弯道 才会引发事故 详细沼泽还要进一步厘清 而另外在台北同样也是车祸意外 十字路口耗置转红灯 一辆轿车一次抢快和骑士发生碰撞 骑士整个人弹废出去 后方的骑士也赶紧停车上前帮忙 而根据了解 53岁的王兴机车骑士 全身多处骨折送医 幸好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初步判定 是30岁的流行女驾驶 闯红灯为鬼酿货 解台北苗栗综合报道